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会觉得我可以回报些神些什么呢 我们服侍神 但是我们拿什么服侍神 昨天我们分享到玛利亚 那个香膏是真纳达的香膏 真的 不是那个充满杂质的那种廉价货 是那个极贵的 不是那个我用完以后丢在那里 反正没有用就拿去教会好了 拿去给主用 不是的 我自己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 有一件事情其实是我 给我的后来的服侍很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小的时候 家里的环境不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零用钱 好像存钱 存钱 存钱 然后就想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就存 存 存 存了好久 存了好久 我还记得的时候我存了50块钱 然后呢就去 就是因为存的时候都是 一毛一毛 一块一块 然后存到后来又50块 对我来讲小的时候那50块钱已经是天 哇 天家 天文数字这么多 然后去跟别人换 到那个店家里面去换 换了一张 那个时候有一张紫色的50块钱的钞票 觉得好开心喔 有一张 虽然那个是那种旧旧的那种 但是我就觉得我有一张50块 那个礼拜天很特别 我母亲每个礼拜天都会给我钱 让我去主日学 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就会奉献 以前都是给5块 10块 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不记得了 不知道为什么 妈妈给我一张50块钱拿去奉献 我就想说哇 这么大的数字 好兴奋喔 然后我那天就想 好快乐 我身上有两张50块 我从来没有身上有100块钱 哇 很兴奋 然后当时要奉献的时候我就想 妈妈给我的那一张好心 妈妈要我拿去奉献的那张好心 好漂亮 可是我自己换来的那张呢 其实是旧的 我心里就直觉的一个就是 那我就用这张好了 就把旧旧的那个要拿去奉献 可是当我要拿去奉献的时候 主突然就给我一句话说 你把什么拿去给主呢 你为什么拿那张旧旧的去给主 我立刻的一个反应就是 都一样啊 都是50块啊 没有是因为那个比较旧 钱就比较都一样啊 觉得圣灵就给我一句话说 都一样 你为什么把比较旧的给我呢 把那个你不想要的给我呢 我其实那个时候 钱已经丢到奉献袋 我坐在那里的时候非常挣扎 小孩子收奉献都走到后面 主一直在问我 你为什么把你不要的给我呢 那天我真的非常地非常真的 到最后都已经开始做奉献祷告 我把另外一张50块 那个我已经存了好久好久 打算要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那个 我拥有的那个50块 可是那张照表情是妈妈给我要去奉献的 被我换过来的 都已经开始奉献祷告 我就走到前面去 把那个钱再丢到奉献袋里 所以那天我奉献了100块 可是当我把那张新的钞票 放在奉献袋里 再走回座位的时候 诚实说是舍不得的 因为存了好久 可是我心中有一个很深的邪恶 那就是我不是把我不要的 用剩下来的才拿去给主 谢谢主 那一个经历影响我一辈子 我们拿什么去给主呢 是用剩的吗 是我比较不喜欢的吗 还是我把最好的给主呢 谢谢主持人